好的胆固醇当你的血管清道敷 坏的胆固醇以后让你躺病床 相信大家都有去健检的经验 很多人去健检 医生都会跟你说 你的胆固醇太高了 你会要小心 但是你知道吗 胆固醇不全部都是坏东西 很多胆固醇可能是好的 而且胆固醇是身体所必须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胆固醇是身体里面 很多细胞膜的主要的成分 当你的这些胆固醇如果太低的话 你的细胞膜的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就不能够很完整的 执行它的功能 细胞之间的联络都可能会有问题 胆固醇是你身体里面 荷尔蒙的主要成分 所以如果你一直节食 一直控制体内胆固醇的量的话 你可能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不足 最常见的就是女性的过度减肥 很多女性因为过度减肥 就会造成体内胆固醇的来源不足 造成你的月经都不会来 很多人胆固醇过高 都怪自己的食物吃的有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胆固醇75%以上 通通都是整体的肝脏所自行制造的 至于从外界来的来源 可能只有25% 另外你可能听过 什么叫做好的胆固醇 跟什么叫做坏的胆固醇 事实上对我们医生而言 胆固醇没有好坏之分 这两种胆固醇 都是在肝脏里面所制造的 我们在医学上讲 好的胆固醇 是指所谓的高密度脂蛋白 坏的胆固醇 是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 它们的组成成分很像 就是脂肪 蛋白质 三酸甘油脂 零脂质 跟胆固醇 它们怎么分呢 在于它里面 三酸甘油脂的含量而已 所以所谓我们讲的 坏的胆固醇 只是它的三酸甘油脂 比较多 造成它的密度比较低而已 低密度跟高密度的脂蛋白 都是为了要把一些胆固醇 还有三酸甘油脂 运送到器官 各个细胞 给我们使用用的 可是低密度的脂蛋白 有一个坏处 就是它很容易受到 自由基的攻击 当它受到自由基的攻击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沉淀在你的血管里面 所以才会有讲说 低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坏胆固醇过高的人 它容易产生一些血管堵塞的毛病 可是只要你体内 好的胆固醇比较高 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些堵塞血管 慢慢地再重新打通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用刻意去限制 我们胆固醇的摄取 因为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 我们要做的是 尽量让我们好的胆固醇 也就是高密度的脂蛋白 稍微高一些些 那要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大概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要找对父母 因为这个是跟基因遗传非常有关系的 有的人他天生可能高密度的脂蛋白就很高 可是没有办法的 那是遗传所造成的 第二个多运动 多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它可以有效地提高你的高密度的脂蛋白 第三个就是真的要选对食物了 常常吃一些Omega 3含量高的食物 它可以有效降低你的三酸甘油脂 就可以让你的高密度脂蛋白 稍微地升高一些些 所以胆固醇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东西 它对我们细胞的结构 还有我们荷尔蒙的制造 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里面 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增加你的好的胆固醇 也就是所谓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那才可以确保我们的血管健康 姜皮一件事 关心健康所有事 非常谢谢大家对姜皮一件事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最新的姜皮一件事